好那么寿风乡长选举热门人选逐渐是浮出了台面 除了之前乡亲推荐的张怀文、徐雪玉之外呢 近日更有新起的新秀 请走基层寻求乡亲的支持 这将为寿风乡长选举投下震撼弹 也将成为九合一选举当中相当激烈的一级战区 寿风乡长的选举是九合一选举当中 讨论度相当热烈的一个选区 之前寿风乡亲热门劝劲讨论人选有 现任议员张怀文、徐雪玉、叶昆景 不过据了解目前就有当初补选乡长时 刘耀宗竞选总部幕僚核心人物 开始请走基层寻求乡亲的支持 寿风乡的建设要靠大家的支持 好的团队才能够迎头赶上其他的乡镇 要有坚强的团队来为乡亲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 陈静和是现任代表会、新任代表 在上一次的乡长补选当中 也是同一阵营 其凶嫂都曾经担任过寿风乡长